好涼喔 今天在联会在上面 香草参风 味道吹上的凉爽感觉 感觉还有大屁和多种类的联会 能够欣赏 尤其都感觉实在是一大香草 耶 好好漂亮 感觉大屁的联会 对于在各新乡的主帝到家传来 但以后有三公斤的敏捷 应该是专南导馆来最大 现在本来的联会已经真是新开机 要因为夏天中台湾乡亲 相联会的福气处 没想到第一次来泰雅度假村 这边有这么大的莲花池 而且风吹来好凉喔 泰雅度假村的莲花真的很漂亮 没想到7月也可以看到莲花 就是6月28号呢 有举办我们夏日风情泰雅莲花祭的活动 我们在园区里面呢 大约有种植了三公顷以上的一个莲花池 那里面呢大约有20多种的莲花 大概有观音莲 碎莲 以及荷花等等等的这些莲花 供游客来欣赏 您好 这是我们的泰雅莲花茶 在这里享受莲花美景 莲花在旁边还会当平常 新生冲泡的莲花地 整个莲花就正在地上 有些都感觉很新生 美景搭配花地 在夏天整个感觉就是特别特别 哇 这个是一朵莲花耶 真的是莲花耶 会有淡淡的莲花香 而且喝起来有消暑的感觉 那我们莲花池呢旁边还有一个咖啡厅 有提供了一个莲花茶 还是说一些莲花香光系列的农产品 来提供游客来试吃 那欣赏我们莲花季的一些丰富的表演 有莲花仙子的舞蹈表演 还有我们赛德克族人带来的精彩表演 都在6月28号来呈现给大家 夏天收莲花不用再等到 走到台南了 南岛的国心胸就能资金欣赏 加上选择期间 航空来 将搭配人会 整个国航空服务 丰富和政务 绝对不去出行 记者件文算最后的报道